兄弟们啊 今天我是真的不装了 我摊牌了 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车评人 那么之前给大家做了很多车的评测 但是今天这台车呢 真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大家做介绍了 因为这台车真的是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 那么说到这个车呢 我想先讲讲历史 有这么一个品牌 到明年是百年历史 同时呢 它又是来到我们国内重新发扬光大 现在呢 依然在欧洲是独树一帜 那么这个品牌就是MG品牌 我们都知道在MG90年的时候呢 我是去到英国的银石赛道 感受那个MG真正的英伦文化 那么MG到明年就是100年了 作为一个百年历史的车的品牌呢 其实它做跑车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 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台车就是Rodestar 这个车是一代经典了 代表了英国的敞篷车的跑车文化 今天我给大家试这台车呢 就是全新的MG的双门电动轿跑车 Cyberstar 这台车呢 除了采用我们熟悉的软顶敞篷的经典设计之外 还采用了电动的剪刀门设计 颜值爆表啊 这台车我相信开的路上绝对是最亮的载 这台车是最亮的软顶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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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台Cyberstar真的是在整个设计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穿大的铅笔翼啊 看上去这台车就是一个很战斗的跑车 当然它性能确实非常强悍 这个经济格山其实对于一台新能源电动车来说的话 除了散热之外 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它的这个空气导流啊 那么这个进风口呢 是通过自动调节啊 可以关闭的 所以这台车在空气的动力学上是做的非常棒的 侧面线条是非常的修长 很长的前旋 座位呢尽可能靠在后轴上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跑车的设计了 线条呢也做的很不错 重点啊 它采用的是这种剪刀门设计 开合的这个离车的这个距离非常近 所以在我们中国这种很多停车场 车辆的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 它也是能打开 但是你不要担心它会碰着啊 因为它有雷达这种感应 如果你有障碍物的话 这车门是打不开的 比如说像现在 大家看 我在贴在这个门的位置 它是打不开的 所以这样的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轮毂造型呢 有不同的款式 我个人觉得啊 可以再做战斗一些 当然这样的车买回来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纯玩速车的 有些人会改装啊 我建议可以换一个 更加战斗和运动的轮毂 侧群边那个造型呢 首先是拉满的 是典型的跑车造型 而且呢这个位置啊 是真正有实用价值的 是一个扰流的 是空气动力鞋装置的一个一部分 这个是真正可以给车的后轮 进行一个空气的导流 让这车有一个下压力 同时降低车轮的温度 这个是典型的一个跑车设计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Cyberster的车尾啊 应该说这个车尾造型 是整个车的一个亮点 该有的元素都有啊 比如说上翘的后尾翼啊 有一种空气下压的感觉 同时跑快了以后 确实有一定的实际作用 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呢 它的灯组采用了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箭头标志 那夜晚开了室宽灯以后 那个箭头会亮起啊 同时它的这个转向灯呢 是一个黄色箭头的一个角 当然有很多小伙伴会说 为什么不把转向灯 做成一个整个的黄色箭头 我觉得那样的做就low了啊 毕竟这是一台跑车啊 并不是一个工程作业车 开个玩笑 这个上面就是它的棚啊 它的软顶敞篷 这个棚收起来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棚要说一下 在车速50公里之下 是随时可以开启和关闭的 而且是电动开启 最重要的是 这个开启非常快的 8秒钟就可以完成一个 开启和关闭的动作 所以在看这个整个外观这块 我觉得颜值还是能打的 尤其是塞布斯特 整个继承了MG品牌 固有的啊 这种经典的窗门跑车 这种设计的元素在里面 继承了经典又有了创新 这台车可以说是回头率是百分之百 怎么做到呢 如果我把车门关上 把车顶关上的话 它回头率是80% 也许会和三亚 我现在是在三亚 和当地的很多这种租的跑车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 有很多特色的行业就是租跑车 去跑这个沿海公路了 跟他们容易混在一起啊 比如说保时捷了 法拉利了这项车 但是一旦你要把车棚打开 它又增加10% 哇这个回头率又增加10% 但是如果你停在那 把这个剪刀门再打开 那回头率绝对百分之百 完全是碾压这个保时捷 718和法拉利一众的跑车 所以这台车啊 颜值绝对是报表的 如果你想买一台车 去在颜值上考虑 想让自己更加拉风啊 那么这台车绝对是你的首选了 当然很多小伙伴会有些疑问啊 就是这么一台跑车 它的实用性怎么样 其实这个话题是个伪命题了 买跑车还考虑什么空间实用性了 但是它还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后备箱 其实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超乎我想象的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随身背的三个包啊 放在这个位置 其实它还是比较深的 大家看到了吗 我这样往里去放 三个随身包放进去以后呢 还能放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后备箱 除了这个高度比较低之外 它深度还是有的 你随身的包啊 随身一些小行李 放在里头 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当然那个登机箱啊 登机箱二十寸 登机箱也能放进去 再大了 大的箱子肯定是没戏了 因为开口比较小 深度比较深浅 但是呢 有这么大一个后备箱空间 我觉得作为一台跑车来说 很奢侈 非常赞啊 环抱式的设计 整个仪表台 我们如果看上去 是三块小屏 是一个环抱式的 放在眼前 这个就跟很多 现在时下最流行什么大屏幕 贯穿屏啊 大沙发 完全背离了 毕竟这台车 不是从实用小桌子 去去坐的一台车 而是真正很自我 很感性 这就是跑车的一种感觉 那么你主要负责的 或者是关注的是你的驾驶人 所以呢 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操作 都要考虑驾驶人 所以它整个屏幕 都是一种环抱式的三屏连动 连屏设计 同时呢 这个地方啊 有握把这跑的快的时候 尤其刚才我试一下这个加速的时候 真的你不扶着点 你感觉心脏的受不了啊 确实是很棒 那中间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空调控制的一个屏幕 其实这台车大家看到已经四块屏了 在旁边是换挡机构 换挡全部用的是按键的 P挡和N挡是按下压式的按键 那么R挡和D挡 前进和倒腿挡是通过的是往上拉一下 这个小小按键啊 整个操作还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很有质感啊 这个质感是什么呢 就是不像有些车 不拉不拉的那种感觉 知道吗 就垮很垮 这个是很有质感的那种阻尼感 因为这台车采用的是815芯片 所以它的使用这种反应还是非常快 大家看屏幕 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啊 调节风量 非常棒 然后整个可以关闭啊 空调 整个这个空调屏幕 大家看到了吗 屏幕的亮度也可以调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炫的 同时呢 左边是整个功能控制区域的一个 单独屏幕 有点像我们飞机驾驶舱 大家明白吗 就是前面主的一个驾驶 旁边是各种的仪表 那调整车辆 设置车辆呢 全部是在这个位置啊 可以进行设置 包括它的ACC啊 就是自动驾驶 辅助驾驶这一块 包括啊 看到了吗 可以做一个很炫的一些玩法 在这啊 右边是娱乐屏啊 除了常用的 比如说音乐啊 音乐有好几种模式 现在它有 酷啊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啊 收音机和喜马拉雅啊 导航在这个位置 还有导航 同意接打电话 这个功能 所以说它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大的中控屏啊 分在了三个屏 除了仪表屏之外呢 车辆设置相关的全放在左侧 然后娱乐相关和这个日常使用的相关的放在右侧啊 所以你使用起来是非常上手非常快 大家看360这三块屏的优势就出来了 我车辆的左侧 我车辆的右侧和我车辆的前侧 像不像我开着一架飞机啊 这种视觉感觉还是很棒 车辆左侧右侧和前侧 座椅的调节全部放在车门上 而且是带记忆功能的 这是解锁和锁车功能 下面呢是 对车的玻璃控制 还有后视镜 下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它的眼镜盒的位置啊 能放一些小物品 当然只限于眼镜这样的物品了 当然这个把手这个还保留了毛病啊 体现了这一车上车的一些设计元素吧 座椅呢大家看到是这种翻毛皮和皮啊 相加的结合的这种拼接出来的座椅啊 乘坐质感是不错 而且身体触及的地方全部是翻毛皮的设计 这样的话增加了摩擦力 同时呢是一个运动化座椅 两边的包裹性非常好 一体化的头阵 当然如果在这个位置能够增加一个高音喇叭 会让这个车的感觉 尤其是音响感觉质感会更提升啊 这是我个人点小建议 当然它其实后边是有高音喇叭 在车的座椅后访啊 如果能把这个喇叭放在这个头枕里面啊 这车的开启音质感呜呜的感觉啊 包括它的音响的环绕感就会更好 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其实最大的优势还是开嘛 它完全是内饰设计 全部是为了驾驶人考虑啊 更多的是考虑驾驶人的方便操作 使用操作啊等等的这些方面考虑 所以把这一台车做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说明啊MG确实是非常地道的一个老牌的 一个跑车的一个企业啊 它能够拿捏到这个车的精髓 而并不像很多新造车势力啊 等等你拿那个轿车啊 去改一个跑车外形 改一个所谓的GT版本啊 就当跑车去跑去卖啊 那些车就是一个轿车 甚至是可以叫成一个高性能版的轿车 仅此而言并不是跑车 那这台车骨子里啊 大家看到从外观到内市 这包括功能性设计上的一些取向 它典型的就是基础 就是一个跑车的基础啊 并不是拿轿车改来的 这台车呢 这方向盘是一个不规则地形方向盘 典型的跑车方向盘啊 当然你后期你要如果想改装 其实还是有余地 可以做再拉风一点 这个懂的 那么这车又配了换挡拨片 很多人会说一个电动车 配换挡拨片干嘛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个装饰作用啊 是金属的换挡拨片 右边是选择驾驶模式的这个功能的一个N件啊 你拨它就可以选择运动舒适和普通啊 这种驾驶模式 左侧呢是这个能量回收的N件 就是调整你的能量回收强度啊 最强的时候就有一种拖拽感啊 我们常说开电动车这种达不到单踏板模式 但绝对这种拖拽感是很明显的 也在台前的油门踏板会明显有个减速度 是通过这个左边的这个换挡拨片调整的 那么方向盘上集成了很多的控制按键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速巡航啦 包括音响等等啊 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按键啊 在这个位置 这边有个SPORT按键的 SUPER SPORT大家明白吗 按下这个键以后 它的仪表都发生变化 进入一个运动赛道的模式啊 非常的牛 仪表全部变了 变成一个绝对是跑车的概念了 包括左边还有计时功能 够选 跑车嘛 不用考虑太多的实用主义 但实际上还是有些实用性 比如说后排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了吗 是有个储物格带着这个网啊 固定网的一个储物格 一些小物品啊 随身小物品小包可以放在这 这还有挂钩 大家看到了吗 可以挂一些小物件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呢 你开这台车随身的小包 一些小物品 对吧 呃 这些女孩子 尤其开这车喜欢背包 放在这个位置 是没有问题 这台车就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最赞的还是它这个棚啊 这种享受阳光的感觉 我觉得我这台车 只要放在路边 只要把车门打开 那回头旅 绝对百分之百